有機梯嗎? 有啊! 你沒聽到嗎?你看 怎樣? 嘿嘿嘿 有沒有 救護車哦 閃邊邊閃邊邊 救護車來了 閃邊閃邊 嘿,大家好 我是阿遠 我愛騎車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呢? 今天 我們一樣又要從台南 騎車 去嘉義了 今天跟我女朋友 一人騎一台 那我女朋友前這一台 是衝刺的 之前 應該是2017年 對,這一台是2017年出的衝刺 一五零 消光綠的 這是一個車友大哥的車 然後 大家看我現在這一台是白色的衝刺 這一台是也是 一個車友 他兒子的車 最近他換 換了韋式排 他之前是騎R3 而且很好笑的是 他之前的R3 是跟阿福兄弟 買的R3 然後騎了大概半年吧 他可能 覺得也很麻煩 然後 他就是 別把他賣掉 然後換我也是 那 他這台車 買來之後 他說 他有跟我說 聊到說他的 傳動 怪怪的有異音 就是 後面離合器的部分 因為他 這台車買來的時候 前車主也是有改傳動 所以 他接手 他買來之後 他就覺得說 他 後面的那個 傳動的後離合器 怪怪的 有異音 就是會 會 叽叽叽的聲音 然後 剛好 剛剛 大家看我女朋友騎的那一台 他的車上剛好裝的是 零四的傳動 那 他車上那一組零四的傳動 就是之前 零四的老闆 他 贊助一組 一五零的傳動給阿元 然後 我就 就是要試用 我就把他裝到這個 這個 車友大哥的車上 那 那個大哥他可能騎一騎 他還是比較喜歡 原廠的那個 傳動的 配置 那就剛剛好 因為剛好 這 喬林哥他兒子 也 傳動也有問題 那我就想說 那就把他們對掉 對 那他也可以省一筆錢 就不用花錢改傳動這樣 然後順便給他試用看看 他之後騎起來 覺得說 零四的傳動 他覺得好不好用 所以我們今天 就要從台南 又到騎車去嘉義 我們就要去 一樣 去嘉義的河馬車行 新緯市 自由路202號 現在Google Google好像Google不到新緯市喔 所以如果有朋友想要去新緯市看車 還是買車 還是說 要去保養 還是去改車 如果你Google的話 是Google不到新緯市的喔 記得 要Google嘉義 自由路206號 就Google得到新緯市了 我女朋友現在騎的那一台衝刺 他就是改那個 手把鏡 他那個手把鏡 就是貝殼 貝殼型的手把鏡 蠻多騎衝刺的都是用 因為衝刺是六角燈 然後這個貝殼鏡 他剛好也是一個 也是零零腳腳的形狀 所以蠻多騎衝刺的都會改這一組 Z排的貝殼鏡 那我現在騎了這台白色的 這台車就是他用的是 這種 比較小的這種端子鏡 但是 說真的阿元不是很建議 用這種 用這種端子鏡啊 因為首先他 他真的 他會去卡你的視角 你看 大家看一下喔 我現在這樣騎車 那我要看端子鏡 他會被我的手擋到 對,而且他 這東西很容易去卡腳 我覺得蠻危險的 然後他又是太小了 安全性我覺得沒那麼高 所以我不是很建議去裝這種端子鏡 除非你真的就是 你就是要他的外型啊 好像小豪 剛買車的時候就是 就是這個端子鏡了吧 還是後來他改了 我也不知道 忘記 忘記問他了 到時候再來問他吧 OK 台南騎到嘉義 靜靜的啦 一個小時OK的OK的 沒問題 騎車就是需要練習 現在要好好的訓練一下 我女朋友 騎長途的能力 不然他很少在騎車 好騎嗎 蛤 好騎哦 真的假的 比你的那一台好騎哦 可是我覺得他比較低耶 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椅子的關係 因為他的椅子比較扁啊 2017年的 衝刺 消光率 散化啤酒場 OK了 那我們就先專心騎車囉 我們 待會見 掰掰 小豪這台車騎不快耶 我剛剛吹到底 差不多超到90而已耶 沒有你原廠 還可以騎到100-110 上次我有騎過啊 而且他買的時候 這個人也有改過 原本原本的車主有改過了 你搞不好那台騎很快啊 小豪這台車已經 3萬4千多了 跟我那台300公里說差不多 其實有顧好 3萬多還OK啦 好距 新竹阿昌說的 就是小豪說的 尾式排大概 超過5萬公里 可能 就會有很多毛病出來了 這就是靠 那個時候就是考驗 車主的愛了 很多人在那個時候 受不了 就會把車賣掉了 哦,好涼哦 哦 我很喜歡 下雨過後的味道 你們喜不喜歡啊 我很喜歡 而且 老實說 很多人都 滿討厭下雨的 其實 我有時候還蠻喜歡下雨的 因為 我覺得 下雨的時候啊 然後 你人在家裡 不知道耶 你就感覺好像 下雨就是 我們這個 地球在洗澡有沒有 所以我都覺得 有時候我蠻喜歡下雨的 有時候我蠻喜歡下雨的 我想到地球不見了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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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世名,真是個好砥 cognitive 鹹 avanz 這個通話 鄧izz 我們騎到高雄,也大約是一個小時 其實都還是蠻近的 不過對那種沒騎車的人來說 剩一個小時 對他們來說,應該是蠻痛苦的哦 沒關係啦,就給他曬黑了啦 不是黑了,就會燙啦 會燙哦?他會癢哦? 會燙哦? 穿錯褲子了 哈哈哈哈 夏天騎車就是這樣討厭 就是太陽太大 然後,女生呢,又怕曬黑 我是還好 我都嘛,常常穿短褲 哈哈 所以我的腳都兩個顏色有沒有 大家看 我的腳都兩種顏色 我是沒差啦,可是女生真的會有差啦 所以也是辛苦我的女朋友了 跟一個這麼愛騎車的男朋友在一起 真的是很辛苦,說真的 所以好家在他也愛騎車 他也剛好愛偉士排 剛剛壓到石頭耶 超危險 OK,我們等一下就快到了哦 哎唷,超誇張耶 超誇張耶 說打就打哦 嚇死人了,都不會看哦 哦 哦 真的是氣死 氣死路名 我們現在來到了後壁火車站了哦 怎麼了 剛剛台氣車也太危險了 對啊,那個超白目的貨車啊 他說轉就轉耶 他是後來有看到你是不是 還是你有按喇叭? 超誇張的耶 你不要再抓了 不然你會抓到受傷哦 熱就給他熱吧 好癢啊 對,他就只能這樣子啊 先讓他熱一下 沒辦法 因為你太白了 都晒到紅紅的 好癢 死了啊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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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嗚哩嘩嘩 他的隆頭 還蠻穩的 說真的,他的隆頭不會亂晃 像我們韋斯牌哦 很多通病就是 尤其在300啦 300最容易 300的隆頭 他有一些 有些車大概60以下 他那個隆頭就會晃得很嚴重 啊我自己的300是沒有問題啦 但是已經沒有問題了 我記得300,我大概 到了時速30吧,我龍頭都還不會晃 對 你看他這台車也是 都不會晃 蠻厲害的哦,你看 現在40公里 我的手在這 30 啊 你看 那20公里了 龍頭還是不會晃 相當的一個厲害啊 來掌聲鼓勵 我女朋友那頂安全帽呢,他是在 也是在台南加州 安全帽裝賣店買的 這一頂是 海鳥牌的 海酒 海鳥牌的 復古安全帽,全造式的 這一頂的名字還蠻殺的,叫做戰神馬爾斯 然後我蠻喜歡他這個的配色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頂 我的是銀色的 對 然後我女朋友他是 粉紅色 啊 不過 這種安全帽真的有個缺點 夏天戴我是 我是真的覺得蠻熱的啦 尤其是 像我又很容易流汗 然後我真的 我只要戴那種安全帽 然後夏天 我戴沒多久 我就 開始流汗了 所以我還是建議如果是夏天的話呢 我們還是要戴那種 一般的 一般的全罩 但是他有 他有通風孔的那種安全帽 他是會比較好的哦 就是類似 仿賽,人家騎仿賽戴的那種安全帽 雖然看起來跟韋式牌很不搭啦 不過 下次 有空的話 阿源會做一個影片 然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 我有哪些安全帽 然後 我為什麼會去 買他們這樣子 像 像我的頭就是特別大的那種 然後我的耳朵也很大 所以我超容易 安全帽會有假耳朵的問題 關於這點 我也 下次也可以做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樣 都是頭很大的朋友的話 那阿源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所以有時候我還蠻羨慕 像我女朋友 的 那種頭型 就是 都窄窄的 所以他可以戴 他可以戴很多安全帽 他也不會覺得說不舒服 這次騎起來就比較沒那麼累了 你做不習慣 你的比較軟 然後 劉大哥這個比較比較硬一點 小豪這個也蠻硬的啦 耶耶耶 我們要到新尾市啦 自由路206號發現嘉義還蠻容易下雨的誒 對啊 很香 香香 很臭 耶耶耶耶耶 萬財福 自由路206號 新尾市 大家可以Google萬財福 就可以到了 目的地 在我的右手邊 啊耶耶 哈嘍 哈嘍 我是阿羽 我愛騎車 我太廣位 影片太長 只好閒兩集 哈哈哈哈